新政策交易視頻長袖,跟大家見面 今天說什麼? 今天是News News 沒有什麼 都是亂說 News出來說 首先第一件事 對於很多人,包括我 是一個不太好的News 什麼事?這麼慘? 對於很慘 就是 Adobe 我自己也在用一個 Photographer的Pen Pen 包括 有20GB的Creative Cloud 接著有 Photoshop Photoshop CC Lightroom CC 一個Pen 之前只用68元一個月 大概 不夠10元 剛剛 上個星期 Adobe 說要加價 就做了一個新Pen 但這新Pen 暫時在香港還未行 但是 我自己就估計 接下來都會加 這個Pen 就是 保持Photoshop和Lightroom 但是 Creative Cloud Creative Storage 就由20GB 提升到1T 1T 這麼多 但是 但是 月費 就增加了 19.99 美金 以前是9.99 美金 現在 大家真的要看看 當然 對現在 已經登記了Pen 當然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 我相信 接下來就加了成倍 唯一的好處 就是多了成T位 可以給你用 嗯 其他應該沒有大分別 但是 一貴 就貴一倍 以Photoshop Lightroom 你是不是每天都開來用 我接近的 嗯 嗯 那是否一開就會 駁住那個Cloud 其實就是這樣的 那個Cloud 其實的用途是甚麼 那個Cloud 就是好像Google Drive 不是 你一用就是駁住用 其實就是 你拿來給你一個 一個online storage 但是 它本身 Creative CC 即 不是 Creative Suite 總之 CC Adobe CC 應該是 是 Adobe CC 其實就是 一個online的Pen 而這個Pen 裡面 有其他Pen 有其他軟件 都是 而這個 只是 拍攝者的Pen 就只有 Photoshop CC 和Lightroom CC 給你用 而這兩個 CC 你 用不需要 駁住網絡呢 其實是不需要的 嗯 但是 那部機器是否久不久 駁到網絡 即是 它到那一刻 可能它那個 軟件 查到你 你好像很久沒有駁過網絡 我不知道你過了期未 它就會不讓你用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更新後 它的Service 可不可以直接用 譬如 大家都知道 iPad功能不多 那可不可以 在iPad 處理 cloud上面的照片 那iPad 可不可以用 全版的Lightroom 其實Lightroom CC 就是這樣用 嗯 變了你 用Lightroom CC 的話 就是 你的照片 本來就是 放在它的cloud上 嗯 那你現在就直接有 1T的 我的問題就是 不用這部機器去運算 用它的伺服器去運算 其實Lightroom CC 是用伺服器去運算 嗯 那不就是 駁著用 是的 那不就是駁著用 但是你本身 這個計劃裡面 有Lightroom Classic 即是Lightroom Classic 即是Lightroom Classic CC 以及Photoshop CC 那是Standard 到你的機器去運算 嗯 只不過 你多了1T之後 其實你的Lightroom CC 其實是好用的 因為你那些RAW 那些什麼東西都可以 扔上去 它去處理 對很多人來說 應該都很久才能夠 才能夠營運 其實對一些 用iPad的人 平板的人 真的更加方便 因為更加放心 扔上去 然後就靜向平板來收拾 因為很多人不喜歡家 其實因為你那些銷售數字 平板的銷量不斷上升 錄圖這些是在下降的 其實那個模式 大家都是用平板為主 方向 其實它的方向也沒有錯 其實錯不完 那一刻 你想想一下 paket isn't the percentage 是100% 如果你用9.99 和19.99 來比較 甚至超過100% 你那一刻有點肉赤 肉赤之後你的想法 可能要跟他 改變 因為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相對地是方便了 除開其實也不是很貴的 百多元一個月 但是我經常都說 就算過去有些朋友問我 68元那個年代 現在也有68元 會不會用好 有些朋友一個月也開了Folosop一次 對他們來說很貴 但你要考慮的就是依賴他的T 依賴他的T來執照 你可以當其他東西用 這個概念要這樣考慮 你會覺得合理一些 因為我經常都說 現在慢慢發展到 你的電腦不需要勁 可能將來電片不需要沒有電腦 都是用伺服器的電腦 方向而已 方向而已 首先你執照就先做這件事 你去到哪裏都可以執照上外 拿著iPad已經可以 我認真 我真的沒試過用Tablet 用Lightroom CC 把相片放上昏 尤其是一些RAW 放上昏 效果是不行的 如果效果是可以的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當然不要要我用超快的網絡才行 你給指令而已 不需要超快的 其實你都要看preview 他有些資料 傳下來 如果Steaming的螢幕 其實已經是很多年前很足夠的 希望他可以做到 如果效果更快 在我的機器裏做更加好 這個是我也是這樣想的 你貴了就算給大家一些不同的體驗 因為100%加了價 也是 說完軟件 做個硬件給大家 硬一點 但又不是很關上 什麼時候有關 是什麼呢 就是ZTE 一個中國品牌 公佈了一部新手機 叫做Nubia Red Magic 什麼什麼 Red Magic 哦 Red Magic 哦 紅色 是 這部機就是一部 看它的規格是一部電競型手機 我看到它還有一些按鈕 有些按鈕是Virtual 但觸碰到是會弱的 即不是實體按鈕 除了打機厲害之外 最瘋的地方 它就是首部 內置可以拍到8K片的一部手機 8K是什麼世界 8K影片 即是如果現在4K是說 你直接採取照片出來 是有800萬張數 而如果去到8K的話 你採取出來的照片是3200萬張數 即是四倍 一二三四 即是很難想像是3200萬張數 現在很多人 很多朋友正在用的相機 都說是2000多萬張數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是這樣 它是看一條片 是3200萬張數的一格 它是拍到的 但是它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它內置了一部風扇 喂 還要寫到什麼 1萬4千轉 有沒有聲音會震的 那部機器就很快沒有電 不是 它鏡頭旁邊有一個很大的梳洞 你猜會是麥克風扇嗎 風扇多 它也是 是的 是的 現在手機的麥克風扇 你看不到的 是 那應該是風扇吧 這個 或者可能它是喇叭 是的 我不知道 你打肌肉 我研究就不太多 很多資料 是的 我們看到那一段新聞 資料不多 但是有少許規格 它那個鏡頭 即是可以拍到8K的鏡頭 它用了Sony那顆IMX586的感應器 4,800萬長數 都瘋了 4,800萬長數 是的 不過手機好像三、四千萬長數 都出現了很久了 應該很厲害 有風扇 可以連續拍很多照 都不會熱 應該 不會熱 不會熱 但是沒有電 應該也是 它電量也很大 因為它的機器很大 是的 它的螢幕是6.65吋的 其實也很大 另外它就 另外它內置的記憶 由最便宜到最… 即是它有兩個價錢 最便宜的就有6GB RAM 還有這個… 64GB 64GB的ROM 是的 如果它最貴的那部 就去到12GB RAM 還有這個256GB ROM 256GB 現在來說 我想都幾夠用 但是 即是拍8K片的話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很快便沒有 即是不單止電量很快便沒有 可能連內置記憶都很快便沒有 但它在說另一件事很厲害 1920FM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這個呢 它除了可以拍到8K片之外 原來它可以一秒裏面 即是拍一秒裏面 用1920FM去拍 是的 即是可以做超超超超超超慢動作 當然要很夠光線 至少要2000塊門 2000塊門 才可以拍到這條片 1.7光圈 但是鏡頭焦都沒有甚麼顯示 現在的資料都不多 價錢就有了 480元便便宜那部 美金 貴的那部便宜是640元 即是3000多元至5000多元港幣 有了 OK的 如果去到這麼厲害 還有它的外型也是一部電競手機 它很漂亮的樣子 喜歡玩 即其實就算不是拍片拍照的 用來玩電競也是另一件事 只不過它就是 即是我們為何要說呢 就是它是手部有8K拍片的一部手機 這顆感應器我記得我們好像在新聞上都有說過 即是那時候有datasheet漏出的時候 都不是漏出的 即是被人發現了 我猜下一代很多機都會用它 也都應該很多機都會拍到8K 即是這部 後就會開始有些新機公佈是拍到8K 但是 為什麼拿出來說 哇 糟了 手機拍到8K 是的 但是在我眼中 雖然很多朋友都會拍4K 但是其實以現在大家的Hardware的水平 自然4K也是一個困難 嗯 Storage 跟著Storage的出入 跟著剪片 這幾個都是錢和時間的問題 是的 即是你給了很多錢 但是都好像需要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經常都說不說錢 然後就需要很多時間去Storage的出入 記憶的出入 大家都是時候要升級自己的電腦 如果再這樣下去 因為接下來有5G時代 5G時代說 下載一條 一條4K片是一套電影 嗯 那是快到 快到 是用秒還是分鐘來計算 分鐘 分鐘也快 4K 整套電影 但是4K是這個螢幕 或者是你的螢幕 都分不出 1、2K和4K 就是說它是4K螢幕 如果它拍了8K 我也不知道搞什麼 因為它就算剛才說的手機 自己的螢幕 都是Full HD Plus 嗯 即是連4K也沒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拍了8K 你搞什麼 除非你播放的時候 忽然放大 哎呀 原來放大看片 這個概念 有這樣做 這樣就對的 很多人拍4K片 就是為了可以 對 但如果我說出發的話 你出發了4K片 我真的放大縮小Zoom來看片 啊 這樣就過癮了 哦 這樣才有4K有意義 要不然 4K這兩個人拍4K是很浪費資源的 大家不要看 可能想你脫帽的時候 看看你的頭是不是 即是逐粒毛孔這樣看 就是這樣 男人不需要去看4K 好了 講完軟講完硬 那又講一些商業的事情 什麼來的呢 就是原來 公佈了 你知道去年年尾出了幾步模範的嘛 今年年頭 剛剛這個月 3、4月之間 日本出了一個銷售數字 那發現 雖然呢 仍然是A73的青黃 由Sony的A73 有多黃啊 買得夠便宜而已 很厲害嗎 A73啊 大了嗎 不是RP 它開賣貴而已 當然它下了價 但是呢 它的銷售數字 去到 即是去到4月初呢 它直接是拋離其他幾個品牌 是用拋離來利用的 真的很拋離 真的很拋離 我以下的數字加起來也沒有那麼多 因為3月初呢 還在說EOS RLP 還是一個熱賣的時間來的 因為它真的剛剛新出的 是啊 但是去到4月初呢 已經 跌了下去 由這個A73去拋離它們了 是啊 是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數字上沒有 沒有Z7 嗯 是的 但是 但是 只是計算 這兩個R 斷鼓 你都不會 Z7 斷鼓都不會 在上面 是吧 我估計 可能和Z6差不多了 或者可能 因為Z6更新一些 可能有機會 比Z6更低 所以就說 哇 A73 真是瘋了 成年機了 成年機 但是 其實 其實 我講的 有新買新 哈哈哈 現在 這家A73的價錢 就是它開買的價錢 哦 是啊 所以便宜很多 其實我上個星期 也有說過 其實整個 2019年頭 那個 相機 售賣的數字 是比 以往兩年跌了很多 我自己個人估計 其實 很多銷 就是除了 因為經濟的問題 因為去年 其實大家都知道經濟不好 那很多人可能都 袋子裡面 就是那個銀欄 都還有些 緊的 但是我覺得 拋開這件事來講 我覺得 可能是 很多朋友 就是 Canon 和 Nikon 都會 覺得 這幾部機 都還可以再等一等 不是等它 出生機 不是等它便宜 而是等它出生機 就是說 這幾部機 似乎 不是太 令到 未最忠實 那些粉絲 可能 喜歡程度 低一級 那些粉絲 可能 還要等 所以 銷售數字上 就會出現 這件事 所以 希望 認真說 我個人經常說 我當然希望 現在 叫做四強 剛剛 Panasonic 有加入戰陣 我希望 將來 會是 以為 旗鼓相當 幾個品牌 那我們 容家 就最受惠 你 網上 不是 真的 這個很現實 大家都明白 大家 有見過 Panasonic 競爭能力 有多強 有競爭 價錢才有競爭 啟蹟和價錢 都很有競爭 還有功能 總之 他們幾家 都 他們鬥餐死 我們很開心 是不是 你不是說五強 那批 我想不到第五 富士 那我正在富士 我 OK 富士 超過富士 我當是 我不當是 那批 你說真的超過 好了 下一單 就是 又回去 硬件一點 這件事 又不是有什麼推出 但又真的關上幾時 事關 早前 其實都是說 一個月內 Canon公佈了一部 入門的單反 在香港 叫做 EOS 200D Mark II 在外國 這套有其他名 因為 Canon一向 在外國 或者日本 好過級數的機 都有其他名 香港就用 200D Mark II 外國人 拿上手 有些記者 哇 什麼事啊 上面的Hot Su 不見了中間 我怎樣的 是呀 做漏了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為意的 原來香港 我之前也有收到新聞稿 發現這部機 其實 在官方的相片上 已經沒有了 它一早已經沒有了 只不過 大家 在泰國 認為這件事的存在理所 當然 沒有為意而已 差不多 去回70年前 差不多 但是 其實 70年前也沒有 以前那個叫做Ko Su 是呀 Ko Su 即是 上面那個 夾 沒有摺點 你可能 要另外拉柱子 在機身上 上面 拿 拿食爐 才可以同步 但是 這次 其實它沒有了這點 我又 有其他一點 有另外的四點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 你迫你用原廠有TTL 怎麼行 是呀 這樣 我真的不懂評論 這件事是對還是錯 賺錢 賺錢是對的 沒錯 賺錢是對的 很多日本級的機 連Hot Su都沒有給你 那當然 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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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 本身有閃燈 那種風格都沒有 沒有了 沒有所謂 來自閃燈都可以 切閃燈 我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 我覺得沒有問題 大家 可能用家 用家 可能要留意一下 即是 焗一些可能 因為如果 純屬一般 很入門的用家 不玩影樓燈 其實它沒有什麼所謂 即是要插完裝機燈 檢查一下 起碼不轉頭那些 就要八百多元 那你會拼頭那些 也要1400-1500 但是要留意一件事 如果你有其他品牌 即是副廠的閃光燈 有TL那些 有可能引不了它閃 但是不肯定 因為這個真的要 即是拿上手 按一按才知道 因為始終 他們很多時候 我們叫做一個 逆向工程 做完這個 逆向工程之後 它可能有時候 用一些 tricky 的方式 去閃動 就不一定是 和這部機 有100%對的聯繫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到時才知道 但是 認真說 我覺得買得到這部機 的朋友 外置閃光燈 對它來說 沒有什麼意義 大部分 我又不說全部 可能去到那些 技術進步了 要求高了 需要多些 進階的 用法 可能要更加這部機 對 它要賺錢 才繼續 可以擠牙膏 沒有問題 我接著另一宗 也不是新聞 我都在研究一下 到處研究一下 不同人拍照 分享別人的經驗 我們經常找一些 攝影師來分享 最近少了 大家可以 要求一下 我也在找 攝影領域 攝影領域 是很闊的 我有時會留意一下 極光 銀河 的照片 雖然我不喜歡露營 所以一輩子都拍不到 這些照片 實在太辛苦 因為你有路營的習慣 很喜歡晚上去 熬夜 其實很厲害 那些人 我很欣賞 怕黑的 不敢 怕黑的 又怕冷 一看就知道怕冷 然後有攝影師 分享一些 拍銀河的經驗 看得上很漂亮 其實很多人都問 銀河怎樣拍 沒有光害就能拍到 沒有光害 還要沒有月亮 我們中國人都認識 例如15萬 那些就是光 沒有月亮 那時候就比較黑 月圓 也沒有想 也要理解 月圓 月圓 月缺 月亮升降的時間 那些要好了解 我升降的時間 當然 有時候你要留意 我想拍到歌座大廈 月亮在那邊升起 那些位置 就很棒 在這裏出現 接著 攝影師分享一個APP 叫什麼 江海 江海APP 名字叫江海APP 但當中加入了很多東西 LPM Lite Pollution M代表什麼 M代表什麼 M代表MAP Lite Pollution 光害地圖 光害地圖 當中有很多東西 首先我們看看光害 光害MAP 是什麼 它應該最簡單 大家都知道 用人造衛星 在太陽後面的位置 拍到一些光 就是地球 天黑之後 有什麼人造光的出現 然後 繼而分析 光害的程度 它用很多顏色 譬如顯示 紅色至藍色 甚至乎有些地方 沒有特別的顏色 是 這代表什麼 我們研究過很多東西 藍色 就代表適合影 但也會有少許光 天空會有少許藍色 但如果沒有那些 就幾乎全黑 大家都知道 地球其實是圓形 去到某個距離 基本上 光害 會走到下面 是拍不到的 是 有可能是完全黑色的 亦都要留意這件事 然後 大家再看看 我們身處的地方 原來整個廣東省是光的 很誇張 是 很厲害 但是 如果你身處於海邊 或者香港的 南方向 你就可以拍到一些沒有光害的畫面 沒有那麼多光害 然後你要留意銀河幾點鐘 是哪個方向升起 是 大概是這樣 但是另一種東西 它這個APP 好像除了說光害 還有很多資料提供 看看晚上有什麼發生 是 什麼時候 有什麼流星雨 它都可以提供到給你的 資料很多 很多 還有這個是極光 是 北極 如果你要拍極光 你可以靠它 是 南極 哪些位由 不是 我們應該拍南極 南極天黑才拍到極光 即是類似 我們香港兩邊都拍不到 現在實時顯示 它那個極光的形態是什麼 當然你要遷就有沒有雲去遮住 是 還有你身處什麼位 全部都是Live 很厲害 月亮的Status 即是越遠越缺 即是我們香港人 都懂得在農曆 可能會被人知道 已經容易一些 容易一些 但是可能鬼佬那些 真的不懂計算 他就直接給你看 現在真是越遠 不用想了 現在真是越缺 都有一件事 你身處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 被人說 被人不見到我們在哪裡 看不到 看不到 然後一個日 越出越落 越出越落的方向 都給你 很多資料 是啊 很厲害 如果喜歡拍一些 天文夜的朋友 還有太陽黑紙 都可以 真的可以看 這個我真的不懂得看 用這個APP 叫做 其實你去 無論去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le App Store 都可以搜尋 LPM 就叫做 Light Pollution Map 就可以看看 最新的更新日期 就是四月而已 都幾新版 我沒有在意舊的有什麼功能 但是現在的功能 真的非常之強 是啊 就算按一下 你也覺得 原來這麼精彩地球 這麼多資料可以看到 不出街 你也覺得幻想 我已經在那裡拍照 幻想 但是你去到要 捱凍 捱黑的 很害怕的 我也想拍到一些很漂亮的 波動 但是 還是幻想 可惜 OK OK 那今天的新聞 就這麼多 希望接下來 也要多些新聞 不要太悶 不過 我們手上有很多東西在試 都希望快點出給大家看